周园对战十余 还要打吗 我认输 下一场比试周园临风 这样的车龙战不是欺负人吗 就让殿下见识一下我们的差距 中匹园术 铁魔兵 龙飞兽 碎山 我认输 这么说 那个废物殿下能开脉修行了 是的 还以两脉的实力打败了四脉的凌风 不愧是曾经拥有圣龙气韵的人 被毁成这样还能爬起来 命够一样 父王 是否将消息传给五朝 嗯 五朝正跟临近的两大王朝争斗 哪有心思理会一个垂死的大周 而且那废物殿下气韵被夺 又有怨龙毒缠身 想要恢复也没那么容易 可这周园获得大考第一后 连带有个早就答应加入乙院的前十考生 也转投了假院 无妨 我谋划多年 周晴都不敢对我如何 一个才开两脉的小子 能改变大局不成 当前最重要的是年底府市 乙院必须拿下第一 这样 我们才能把大周府收入囊中 进一步削弱周晴的势力 五朝才会真正重视我们的价值 父王放心 大周府无人能与我争 我一定会拿下投命 至于那周园 我会将他废掉 看他还能不能再爬起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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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殿下 殿下好 大家别这样 这里可没什么殿下 以后叫我周园便是 欢迎几位加入假院 我是院守阳仔 殿下昨日在大考上的表现已传遍大周府 有你们加入 我们假院声势壮大不少 我叫宋秋水 昨天听说你和周恩殿下选择我们假院 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竟然可早早就来等了 当然 这些家伙更多的是想见见咱们大周府的第一美女 什么第一美女 秋水姐别开玩笑了 有位脸皮膀 你们疼疼不许开了 宋秋水 一大早就听到你叽叽喳喳的声音 见过 见过 谷主 杨仔 你怎么也由着他们胡闹 是 大考前十 假院只得其三 从今日起你们的训练量要加倍 没有加倍 就是啊 要累死人啊 目前你们除了杨仔和宋秋水开了五脉外 其他人都在四脉以下 如果年底俯饰 你们当中没有人开六脉 那就没人有资格跟蚁院的齐悦争夺投名 到时候我们假院定会降为蚁院 这将直接影响整个大洲的格局 要阻止这种事发生 你们必须比蚁院更努力 下更多的功夫 好了 今天是御灵铺开启日 我们马上过去修炼 是 又要加量了 走走走 这御灵铺是咱大洲府的一处修炼宝地 他的顶部长着一片紫雲玉髓 释放出的玉髓之气 会随着瀑布水流的冲击进入人体 帮人冲开大麦 这种玉髓之气十分温润 不会损伤经脉 就算每日达到出卖极限 也能继续充卖 今天我特地从府里找来两个造诣高的原文师 你们可别浪费这个好机会 开始准备吧 是 是 快 我快 走走走走走 秋水姐 这是干什么 明客俱炼文啊 这样进入玉灵铺之后 才能更快地吸收里头的玉髓之气 尤薇 跟我来吧 尤薇 殿下 我们还要排队明客俱炼文呢 快回去吧 照队伍长度来看 等排到我们俩恐怕要很长时间 不如先来见识一下这玉灵铺 啊 殿下 啊 殿下 没事吧 没 没事 这就是玉碎之气 效果还真强 就是太稀薄了 怪不得要明刻聚原文 但依我虚敬初期神魂 应该能更清晰地感应到玉碎之气 玉碎 秋水姐 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队伍排得好长啊 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我 哎 殿下怎么就下水了 殿下对玉碎铺很好奇 于是便下水体验 既我坐下来就不动了 玉碎铺的冲击力可是非常强的 我第一次下水 撑个半盏茶的功夫就受不了了 殿下连聚原文都没明刻 恐怕时间只会更短 啊 什么时候才会是 啊 怎么可能 正当一度香了 殿下不会有事吧 我还没见过第一次入水 就坚持这么久的 啊 我就叫副主过来 啊 殿下 这方法倒是不错 就是挺好神 如果配合升聚原文 效果应该会更好点 啊 殿下 你没事吧 哦 你 没事 好得很 哦 真是个怪物 居然第一次就在玉碧铺里 待了一刻钟的时间 啊 有位 跟我去见辅主 哦 你们有事速去速回 于灵谱修炼的时间 可是有限的 殿下 你要带我去哪儿 去见我的小师姐 小师姐 回头介绍你们认识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啊 殿下怎么神神秘秘的 那边是 殿下的小师姐 好漂亮 姚姚姐 哦 这是 将原文气肉山水画中 好强的原文手段 殿下和小师姐 哼 这么亲密 应该认识很久了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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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适合观摩这种品质的原文 还真有点头晕 对了 妖妖姐 你会不会聚原文 很平常的一品原文 有什么会不会的 那妖妖姐能帮我刻画一下吗 这百花酿 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搞来的 将尚义脱了 这道冰火聚原文 在一品聚原文中算顶尖的 但会制时 你要吃些苦头 好奇怪的原文 竟可以同时产生炽热与冰寒 两种感觉 你可以说说话 分散一些注意力 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妖妖姐 你最高能明刻出几品原文 暂时只能三品 准备充分的话 四品也可一试 三品原文 威力足以媲美天官进强者 若是四品 就算父王都要忌惮三分 师父还让我保护你 这究竟是谁保护谁啊 黑爷爷可没指望 现在的你来保护我 他看中的是你的未来 好了 好强的吸力 这冰火巨原文的吸剧效果 原生神灰好多 对了 妖妖姐 我还有一个朋友 你能不能也帮她画一个 想都别想 妖妖姐 她是个女孩子 你天天在皇宫里有无聊 就当认识一个新朋友了 那行吧 只帮这一个 有威有威 快过来 来 来了 有威 快点啊 我 我不会影响到你们吧 怎么会呢 这就是我的小师姐 你好 好个美人披子 小师姐刚才帮我绘制了一道冰火巨原文 我请她帮你也绘制一道 绘制原文 对啊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去我那边吧 你进来干嘛 确实没有什么事 你家苏有威是吧 姐姐叫什么 我叫妖妖 那以后我就叫你妖妖姐 那就少衣脱了吧 好个柔媚入骨的女孩 别怕 只会一点点痛 看来快好了 别动 妖妖姐 怎么了 妖妖姐 奇怪 这冰火巨原文在你身上的吸收效果 比在周园身上还好 她的身体深处似乎有阴阳之感 难道是传说中的阴阳原根 好吧 我们快去玉灵铺试试效果 嗯 妖妖姐 反正你也没什么事 不如跟我们去玉灵铺那边散散心 好 当你们坚持不住的时候 就想想 玉灵铺两天才开启一次 每次假院只能使用三个时辰 扣除掉等待时间 休息时间 你们每次真正能用她修炼的时间才多少 也许你们多坚持一分钟 就能多获得一次充卖的机会 还不错 这一组都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下一组休息得差不多了吧 准备下水 是 一炷香的时间就算不错 那也太浪费这玉灵铺了 徐院长 医院修炼的时间可还没到呢 还有丙院丁院 你们这么早过来干什么 我们一起过来是想告诉扶主 大家觉得目前玉灵铺的时间分配 很是不公平 什么意思 这玉灵铺两天才能使用八个时辰 以前假院是首院 分走其中最好的三个时辰 大家也无话可说 但现在假院远不如从前 可不能再占那么长的时间了 玉灵铺的使用时间早已定下 岂容你们说改就改 玉灵铺乃是大洲府最重要的修炼宝地 自然要将其功效最大化 假院既然不算朱院之首 就该云出一些时间给其他院 就是 假人提什么站这么多 什么站这么多 老闹废子给我们干了 不是给我们院 你们 玉灵铺的时间分配 是当初王上所定 你们有意义 就去找王上 大洲府之事向来府中自觉 府主就不用拿王上来当挡箭牌了 徐虹 不许这三五只阳气又缠了几番啊 想要动武还怕你不缠 放开一片气 一双气